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 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回忆 对于欧文来说,最难忘的就是在五十多年前 在中国的那些日子 他所遇到的人都是肯用生命帮助自己的人 还有那条世界著名的黄河水 老欧文和孙女坐在飞机上 飞往他朝思暮想而又难忘的地方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 也是中国的康尔战争时期 美国飞行员欧文和他的战友 在同日本军舰经过一场激烈的地敖战以后 遭受重创,迫降在长城脚下 当时他连同他的伤痕人类的飞机 掉挂在悬崖上,生命危在旦夕 当一个放牛网不经意地用绳子救下他之后 他才开始出现了生机 欧文要给放牛娃照张相 以谢他的救命之恩 却被身后的飞机用炸弹炸散了放牛娃 欧文看着远处到来的一对拔路径战士 陷入了昏迷 老欧文和孙女登上长城追怀往事 感怀不已的老欧文 缠抖着夏娥望向天空 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时 眼前是一群穿着灰色军装的中国人 小分队中有一位会说英语的女卫生员 名叫安杰 她曾是一所一科大学的学生 后来同身了革命 欧文遇到的是一支插向敌后的八路军部队 当时四周全是日军 指挥官决定抽出四个人 并打算把他呼唆到后方 领头的是个黑脸汉子 不爱说话 他们穿过长城来到一片红树叶里 欧文之前在中国待了四年 也会一些简单的中文 看着赵黑子为什么穿着一个红肚兜 安杰说 这是在男人出征之前 女人会给他们缝一个肚兜 代表平安的意思 休息过后 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一个河边 欧文看到安杰在那里洗头 她很美 她非要喊她叫安琪尔 就像一个天使一样拯救了欧文 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 他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根基地分区 但村子里死一样的激进 由于日军突然的扫荡 军分区所在地的村庄 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此时的欧文也目睹了被杀的村民 还有那被尸体堆成的小山 他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 没有办法 他们躲进了一个山洞 黑子派了一个战士去寻找游击队 到今天也没有回来 不能再等了 但是他们和欧文要走哪条路 而产生了分歧 这个颇有个性的欧文 起初不理解小分队 为躲避敌人绕道 举目的地的策略 留了个再见的便条 自己就开拔了 一上路 他意外的烈祸一辆日本军用卡车 高兴的手无足道 忘乎所以 得意洋洋的 驾车来接小分队队员 却不曾想到 此举却招来了 众多日军疯狂的袭击 躲在汽车底下的欧文 车轮压着腿脚 丝毫动弹不得 为解救这个不安分的 也可说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欧文 一个小分队队员 惨死在鬼子的枪领弹雨之中 毕竟这里是中国战场 和他想的不一样 欧文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纵然气愤的黑子 还是背起了欧文 决定带他们回他的家乡 神泉寨子 那里离黄河很近 他准备从那里渡河 回到神泉寨 他们看到了黑子的父亲和女儿花花 花花对这个洋人很是好奇 欧文把手上的手表给了花花 花花是个很懂事的小女孩 她跑到河边 做了好多蝎子 要给杨叔叔治病 刚开始欧文还是拒绝的 这些西方人认为 公鸡才吃的虫子 在中国人那里 却被当作神奇的药物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 第二天她的炎症就消除了 欧文和花花玩起了齐大马 像长不大的孩子 欧文不经意的一句话 说不要把衣服弄脏了 妈妈会打屁股的 可是花花的妈妈已经不在了 三年前 日军到这里扫荡 为了实验一种新的毒气弹的性能 就在村里随意抓了一百多人 关进一座房子里 花花的妈妈和哥哥就这样葬身其中 黑子身上的红肚兜 就是在妈妈花花身上找到的遗物 欧文的伤也彻底好了 就这样他们临走时 花花扑到了欧文的怀中 欧文也不舍得离开 花花说 我还去捉好多蝎子等你回来吃 黑子带上皮花亭 准备过黄河 却被赶来的神圈寨的二当家 三炮劫住了 安寨主也文讯赶了过来 正要带走他们时 却发现了二小姐安洁 安家和赵家是世代的仇家 安寨主的妻子在之前的打斗中 也是被赵家打死的 安寨主是个中立的人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 但他也不想得罪日本人 偏偏女儿也卷入了进来 这个时候的他也是进退两难 要是把洋人交给日本兵 就会落个汉奸的罪名 不交的话 可能就会被日本兵灭了全村 牢房里 欧文说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要去投降日本人 我们都已经尽了一个军人最大的职责 可黑子却说 作为一名军人 就是死了也不能投降 再说我的军令 就是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但在我们这里 宁可失去生命 也不能失去军人的尊严 争吵中 他们两个还打了起来 晚上安寨主 看着妻子生前的照片 越看越恨赵家的人 决定要把赵黑子拉上祭坛上 来祭奠他的妻子 当安杰问起丫鬟的时候 欧文和黑子已经被带走了 安杰到了地方 用手榴弹迫使自己的父亲 放了他们两个 就这样 三个人算是躲过了一劫 但是二当家三胖 却给日本人告了命 从而封锁了黄河渡口 他们不得已躲进了一个古庙里 安置好他们后 黑子就再次出去找邮寄队了 欧文和安杰就先留了下来 安杰带着欧文 每天为老河上挑水扫院子 战争似乎已经离他们河遥远了 这里成为了欧文和安杰的异甸园 他们的感情也渐渐的深厚了 爷爷和花花来看他们 还带来了葫芦 爷爷说万一没有别的办法 就用这些东西游过去 而且他还知道一个可以游过黄河的地方 欧文和安杰在长阳的余晖中 彼此诉说内心的心事 这天黑子到了安债主的家里 他以为黑子是来报仇的 很快就镇静下来的黑子 从大吉出发 以国事为重 立即苦口婆心的 做事态承认了债主的思想工作 努力开导并激发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 最后终于说服债主 答应帮助八路军小分队 护送欧文渡黄河 在和安杰的交谈中 欧文得知了他为什么总把一枚手榴弹 带在身边 原来在中国的战场上 一旦女性被日本兵抓住了 就没有好的结果 她们只能牺牲自己的生命 不被日本兵侮辱 来到黄河口岸 欧文被逃到不绝的黄河景象 竟呆了黄河恰似一个刚强而又伟大的巨人 呈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那英雄的体魄 铸成我们民族的反礼 因此欧文还在这里给安杰照了一张像 度过黄河的事 一切按黑字的策划 有条步进行着 却魅力到情况突变 狡达的鬼子和汉奸 抢先黑字一步 枪杀了债主 三炮被关进了小木屋 为了给二小姐报信 点染了小木屋 从而三炮也被日本兵 核埋在了沙滩上 还把黑字的女儿花花 作为人质来要挟黑字 缴械投降 千钧一发的时候 欧文手持随时可拉下的手榴弹 从敌人手里夺回了花花 在黑字的掩护下 欧文背着花花 快要跑到安全地方的时候 安检却被打伤了 千钧一发之际 黑字为了掩护他们 死在了日本兵的乱枪之下 欧文挟着不会游泳的安检 也是他以爱恋的女人 向着黄河奋力游去 恼羞成功的敌人 丧心病狂 冲着波涛方滚中的三个人 疯狂扫射 备受重伤的安检 为了欧文 为了花花 毅然决然地割断了 同欧文连在一起的绳子 沉入了河底 回到了母亲河的怀抱 安检用年轻的生命和宝贵的爱情 去成全这个美国飞行员渡过航河 在影片扣人兴权的波澜起伏中 安检和黑子 以及所有参加救护 这个宿美平时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 共同谱写了一曲 可歌可泣的黄河练歌 老年的欧文和孙女 再一次站在了生生不息的黄河边 镜头不断拉远 人越来越小 黄河越来越远 在那一刻 黄河和人融为一体 相互为一 远远流长的黄河和生生不息的生命 构成了我们祖国的历程 这一刻我也知道了 为什么黄河被称为母亲河 黄河绝炼 是导演冯孝宁 于1999年指导上映的作品 黄河绝炼中 套路的东西虽然比较多 但是不少人看到依然落泪 甚至泪流满面 或许因为影片始终的英雄主义情节 更因为音乐的力量不能抵抗 直抵人心 在欧文眼里 可能生命高于一切 军人的职责是有限的 而在中国军人的眼里 我们强调的是牺牲精神 军人就是要用牺牲的精神 来保全能够值得保全的东西 安杰与飞行员欧文 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爱 是欧文慢慢地了解 安杰内心世界的过程 遭受过致命毁灭摧油的安杰 在欧文的爱与呵护下 重新燃起了最生活的渴望 我想安杰想到了更深的一层 就是让飞行员平安地撤离回家 在最后一刻 把深的希望 救给自己爱的人 和代表了充满着急的民族未来的小女孩 我认为二炮被活卖的这段 构成了电影的最高潮 用生命唱出的信天游 一声声透入人心 而后面三位主角 视死如归 抢渡黄河的情节 又落入了英雄化 模式化的俗套 虽然看似俗套 但却用味十足 尤其是那段异国恋情 因为才可以安排显出文艺枪的单薄来 我相信 不是英雄 而是无数二炮那样的小人物 构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 也正是小人物 对生的本能热爱 让我们的民族 一代代顽强地延续下来 就像热烂烂的青天游一样 生生不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